BBC的《香港主權移交》 我們根據他的說法 25周年來講 他有一度講究竟是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他當然是找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我們的年紀比較大一些 他就找了一個1997年出生的人 究竟他怎樣會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也找了另外一個人 找了另外一個人 他也是1997年出生 他講了香港的矛盾 一個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一個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為什麼有一部分的人 就會變成一些很極端 出來暴動的人 你可以在他的報導上看到一些苗頭 其實究竟是哪些人 令到黑暴成形的呢 我告訴大家 其實你看BBC的報導 他是在講給你聽的 我不是介紹大家去看BBC 不過我告訴大家 他有些事情 你要分析一下 你不可以就這樣看 他講的有些是真的 譬如 他講到一個地方 就是講到奶粉 水貨的問題 就是內地和香港的矛盾 內地人在香港買奶粉和水貨 就引起他對國家感到厭惡 他不只是國家和國歌都感到很厭惡 就是因為很多人來買奶粉和水貨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他是混合的 譬如國家人權方面有些黑暗面 譬如有些情況很奇怪 譬如李旺陽 你旺陽那件事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什麼事 你不可能 如果有心弄死一個人 你可以被友善這個台拍到 是的 這是不正常的 其實是 如果你說真的要有心弄死一個人 他是不是真的會被電視台走去拍 我操錢的看法是不會的 除非有人想玩東西 如果你要弄死人 通常是光明正大弄死他都可以 如果你是判了死刑的話 但如果你用一個黑暗面的方法 去弄死一個人 即是暗殺那些 有其他方法 在中國是有其他方法的 當然我們也要說 國家其實是光明正大的 但是有些人的操作 是不是光明正大呢 我就不敢說 有很多時候 國內的問題 就不是在國家那裡 國家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 執行人的操作 就是濫權的 中國的人權也是不斷變好的 這個我們經常都要說 就是 人們就覺得 這黑暗面是不斷 其實全世界都是黑暗面的 我的看法就是 你要很公平地去看 那個黑暗面 跟發展程度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一致 如果發展程度 不是那麼厲害 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 好像 內地 那些 七八九線的地方 那些 做事的方法 很多都不規範 現在是進步了 但是 就算在那些 不規範的地方 也進步了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些人 攬權去找事情來搞 那些 一定有的 這些都 是啊 是一定有的 但是 那些人 就會 感到 對這個國家 感到厭惡 當然 他們也覺得 郭哥 就很諷刺 為什麼呢 因為郭哥 就是去革命 叫人去革命 因為郭哥是革命歌 這個義勇軍進行曲 他們的角度就是 他們說 你郭哥是鼓勵人革命 我們就可以革命 他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幫人 其實他們 怎樣被人煽動的呢 第一件事就是 從國內的黑暗面 國內黑暗面 其實是有的 這個我們也要承認是有的 但是 國家是不是慢慢變好呢 這個也是 所以我們很正面地去看這些事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奶粉 以及買水貨的問題 其實 據我的了解 當時搞自由行的時候 其實內地是有官員 已經警告過香港特區政府 是有官員出聲的 就是說 你自己 要看看 能否承受到 你的社會能否承受到 這麼多人來買東西 其實 國內的官員是知道 是有可能會出問題的 就是這個自由行的政策 根據我聽回來的故事就是這樣說 但是當然 香港商界那些 就是為了谷市 其實當時的政府也是為了谷市 就是無任歡迎的 無任歡迎 結果搞到那些矛盾很厲害 其實因為事實就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 鼓動到一些人去討論內地人呢 其實因為大家是看到一些問題 亦都是在承受一些痛的 我們也要承認 譬如那些地方搞亂七八糟 很多那些 爆撞合日到處扔 這個是事實 發生過的 但是 但是 那些人呢 我覺得那個看法 就是太單面 不是多方去看這件事的 為什麼他們會來買奶粉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對內地的奶粉沒有信心 另外來香港買水貨 就是 嚴家你說的 就是促進香港經濟的活動 本來你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會看到一件好事 但是當然 你看到一件好事的時候 你也要同時處理到 它的副作用 有些人就很專注在副作用上 譬如 奶粉買不到 那時候就炒了這些副作用議題 其實媒體 其實在香港 是搞到很嚴重的 就是他們不斷專注在副作用上 以及將副作用無限誇大 其實是很低的 其實是 英雄樹下小仙家說 發溫 郭哥是叫人反抗 侵略者、奴役者 郭哥哪一種字叫人革命 那我也要說回 如果你反抗奴役者的話 其實就是革命 這個是 這首是愛國歌曲 但是呢 我的看法 英雄樹下小仙家 不要太介意 他就不會寫明是革命兩個字 但是你叫人起來的話 某程度上 那個性質就是革命的 那個性質就是 叫大家去反抗那些 即是不公平的對待 極權的待遇 我粗錢的看法就是 當然你可以根植我的 覺得我不對的話 但是你看到那些人就是 因為他為了推出自己那一套 他就不斷放大一些 副作用 不好的東西 他們是不斷擴大的 當他不斷擴大 不斷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做到一個 身份認同 但是現在的人說出來 我確立香港人的身份 就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 這樣就大件事了 因為2014年的佔中 其實是爭取普選的 即是爭取普選 他本身運動的主旨 就是爭取雙普選的 為什麼會變成確立香港人的身份呢? 你們就知道 就是他們的論述 整個論述 是亂來的 你們就看得到 整件事就是亂來的 要多謝一些網友 非常感謝 Kristina Hung W翠翠 以及Rachel Loom 多謝 還有 之前有K Wong 還有 北水槍清新空氣 這些之前 多謝了 非常感謝 當然 所以很奇怪的是 你真正確立香港人的身份 竟然是佔中 我覺得很奇怪 佔中 其實明明戴耀廷 他都沒有說要港獨 亦都沒有說本土 雙普選 所以 其實看到 雨傘運動 真正影響到一群人 其實就不在金鐘那邊 因為金鐘那邊 或者在港島那邊 那些人都說是雙普選 但是在 佔王區 即是 風光蒲得最多的地方 其實那裡就是滋生 那裡就是滋生 這些 喂 港獨有的地方 沒錯 是啊 這個就是 粗錢 那麼 Han Fong Lin就說 當時為了三妖政 其實他最過分 其實就 不是 戴耀廷那些 就是我覺得 戴耀廷那些 其實他最初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概念就是 每個禮拜都出來示威遊行 要爭取真普選 那當然示威遊行 就會佔街道 但是佔完 我們就會走 他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就是 警察抓他們就會 不抵抗 被捕 被人抓去警局就算了 就是他們最初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但是結果 就佔了幾十天 就是 霸了街道幾十天 還有 戴耀廷 他用佔領這兩個字 其實又是傻子 因為你用佔領這兩個字 其實有些軍事意味 對不對 就是你爭取民主 其實他就是這樣的 抄人 因為那時候 佔華爾街 他是抄這些 其實就是 佔華爾街 佔華爾街 一個失敗的方法都有 就是 我也不明白 這個戴耀廷 讀這麼多書 可以這樣按摩 然後就被那些 港獨有 某程度上 拿來利用 我覺得就是 夾住他 不過這樣的 他們都是貼地的 其實 黃之鋒那些 為什麼他會說 港獨也是一個選項 什麼自決 把他改為自決 就不說港獨 他會說自決 但其實自決就是跟港獨一樣 港獨是一樣的 其實明明是一樣的 他說不是 我只是說自決 自決可以維持一個中國家 有選項就是港獨 那你說來做什麼 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 有一群傻孩子 覺得我獨立才是有希望的 那群傻孩子 經濟都還沒有獨立的 然後就要政治獨立 但是那群人不會理會的 我也要說回事實的真相給大家聽 其實有一群傻孩子 好像叫口號那樣 港獨就是港獨 狂叫港獨 其實是不適合的 那罐頭就說 佔領了有沒有本事控制場面 結果聽他說佔領那些人 其實他全部都控制不到的 其實戴耀廷是 沒有人聽他說的 其實當時的情況就是 就是肥佬黎那些 他叫人走都沒有人聽他說的 群情洶湧 究竟是哪些人 就是 說要港獨 其實現在你都不一定可以搞得清楚 其實就是 有人鼓勵 鼓勵的人就給了勇氣他們 當然他們 有一群人就有些政治能量 其實就是 他的政治能量就鼓勵了出來 鼓勵了出來 那時候他有份報紙 他的媒體就鼓勵了一些政治能量 但當然他玩得不厲害 其實真正玩得厲害的就是 我也經常都說過地下司令 就是他做多少握述事情都沒有事 這個地下司令 也是 也多謝Kennith Moon 多謝你的支持 Danny Charles說 自決好像劉慧卿說過 其實劉慧卿好像沒有說這些 劉慧卿很聰明的 他不會說這些 因為劉慧卿知道這些是有問題的 劉慧卿他經常是這樣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 爭取雙普選 劉慧卿就是這尾的 他到現在都這麼說 最近都是這麼說 他沒有說過自決 自決那些應該是學民思潮的人搞出來的 還有 劉慧卿應該沒有說的 如果我記得 我粗錢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記憶就是 劉慧卿是沒有的 所以劉慧卿也是被人罵的 為什麼說自決都不行 劉小麗 劉小麗說過就對 沒錯 劉小麗說過劉小麗說過就對 劉小麗是有說過 劉慧卿沒有 劉慧卿跟劉小麗是兩個人 一定要澄清 我們是公道的 我們不會捏造罪名給人 劉小麗說睡街興很聰明 他當然是 還有 劉慧卿是不會違反基本法的 劉慧卿所說的 他是盡量不違反的 他會打擦邊球 輕方鏈說毛婆 毛婆當然有 毛婆是吃本土的 吃本土 嚇唆到死 對啊 Winnie Lam也要多謝你的支持 劉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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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中選一堆港獨友進去議會 去議會 那是不得的 你想想也知道 因為基本法就是寫得明 中國有香港的主權 香港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些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是憲法而言 當然基本法不是只看基本法 要看中國憲法 基本法是一個法律 但是通常你去買一本基本法 它是有中國憲法在一起的 是整本的 黏在一起 因為你沒有中國憲法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基本法 所以兩個法律是有關係的 他們不是的 他們只是說我要兩制 不說一國 你不說一國 你怎麼可以有一國兩制 其實他們那群人搞得太過份 本土就變成港獨 講本土那群人也是挑動歧視 去搞內地來的人 極右 一群極右 可以說是沒有的人渣 端搞小孩 何之光其中一個 對呀 他是做過的 他只要認得 我們就很反對這些 其實我一直都很反對這些所謂本土派 其實本土的排外的力量 到最後為什麼要排外呢 排外就是借這個排外 去建構一個特殊的身份認同 他建構了一個特殊的身份認同 之後 之後就會去搞一些所謂的獨立運動 其實他們說真的 為什麼我叫所謂的獨立運動 因為他們是獨立不了的 財政也獨立不了 就覺得整個香港可以獨立 他們都會殺我 而且他特地製造一件事 就是說香港人和內地人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本土派 找什麼自決 那些什麼春春 那些人 其實BBC有些事情都是中肯 我都要說 他說出來就是 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分別 就是 問題就是 他想說出來的事情都是愚蠢的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分別有多大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人和人之間的分別不大 我都要說回來 就是不同地區的人 有些差異 但是相同的事情一定是多於差異 當你聚焦在那些差異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搞到很嚴重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你不能夠把焦點放在那些差異 放在那些副作用那裡 因為如果你只是放在那些負面的東西 你正面的東西就看不到 當你正面的東西看不到的時候 你只是在社會製造大量的怨氣 其實就是 這就是我操淺的看法 就是看到香港的媒體長期都是做這些事情 過去三年 有多少所謂的意見領袖 都是聚焦在社會的矛盾 它不是讓社會好一點 它是製造亂世來搵食的 有部份的人 如果你到現在都看不穿他們的話 其實也挺笨的 其實有些人是 當然有些人會說 你亂說而已 Raymond Wong 你這個混蛋 專門趕客 其實台仰都很同意 台仰都很同意 台仰都好像挺Buy 哈哈哈哈 對呀 日罵夜罵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哈哈哈哈 今天我想講長一點 所以大家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正向下午茶 或者晚間都未必有 所以我就講長一點點 今天可能這個節目 就講多半個小時 當然 有些人聚焦在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分別 也是很離譜的 其實 香港的文化 其實主體文化 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 它強行地說 香港人有不同的文化 它再推進就是 香港人是不同的民族 它再推進就是 香港可以民族自決 所以為什麼會有自決呢 我們現在都能解釋給大家聽 他們那些人是怎樣搞的 他們是一步一步來的 所以 那時候有本土的 其實我們最初就很嚴厲警惕 講本土的人 但我們不會說他們是搞港獨 我們一定會說他們的做法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 他搞一些 不是真的有差異的東西出來 就說到是有差異 而且是帶有歧視性的 其實就是 這些歧視性的東西 其實就是很過分的 另外當然 有些人就說 特區政府一美效忠中共 就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上出發 其實 特區政府 很多東西都是站在香港的角度出發 當然 你說效忠國家 這是必須的條件 這是必然的 是 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唯一 這是領導的黨 也不是一黨專政 我們也要講清楚 有些人說一黨專政 其實國內不是一黨專政 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這個要先說一下 主要就是共產黨 如果主要是共產黨去處理的 我也要說一下 國家主席 國家領導人 都是共產黨的人 那是否 你可以不效忠共產黨呢 即是一個香港的領導人 不效忠中國呢 都不行啦 即是理論層面大概就是這樣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 當然有些事情我都會說得不準確 因為我都是 即是有時都是隨便的 我也要說一下 Carol Chow 就說 有那幫傻蟹說 香港具有獨立條件 只欠軍隊 沒有的啦 這些浪費啦 沒有哪有軍隊 這些當然沒有 不是欠軍隊不要幻想 你不要說只欠原子彈 我有原子彈就獨立到啦 那講大一點就可以了 這些浪費啦 坦白說 有時候看到就很生氣 實事求是 其實最重要是 實事求是比較重要 BBC那裡 為什麼我們會斟著BBC去說呢 因為她說的那些話 是很有趣的 就是她好像很持平 但是呢 很像 但是她之後找出來 那個有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哥哥 那就 即是說出來的話 就 給人的感覺 就 不是很妥 其實 香港那些 即是本土意識 其實就搞到 很大問題 即是我的看法 本土意識不是錯了 我也要說 但是 某程度上 他們那種本土意識 是一種很惡劣的本土意識 即是你本土意識 你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很珍惜這個地方的文化 即是每個地方都有這些 珍惜廣州的文化那些 但是 你要承認 就是 即是 他們那些人 就是亂來的 我 只是很粗淺 也都多謝 Helene Leung 你的支持 還有 有些人就是這樣 即是 他的看法 有 有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人 他的看法就是 因為自己的聲音 改變不了政府的施政 和社會向上流動空間 和機會是很小 以及追不到他們的生活基本需求 其實 有些人是看得透的 就是民生問題是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穩定 以及 貧富懸殊 是會影響到社會穩定 其實那個堅尼系數 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個社會是會很動盪的 是不穩陣的 香港其實是危險的 一直都是貧富懸殊很厲害 但是你說特區政府是不是做得很差 嚴格來說不是 特區政府 他能夠做的事情都會做 不是想弄壞香港 即是特區和中央都不是想弄壞香港 有些事情 為何會有些落差 落了地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的 即是香港的地下司令 那些利益集團太多了 講個事實給大家聽 即是那些利益集團 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你一般人 在這樣的社會 其實是會很壓抑的 其實就是 所以那些利益集團 其實要怎樣處理呢 我的看法是要的 但是要慢慢來 也不是響一聲就搞得好 有些事情 你只能夠盡力令自己的生活變得好些 即是我的看法 因為社會是不會完美的 其實全世界的社會都不會完美的 你能夠盡力去做 就只是做好自己的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不能夠認同香港回歸 其實也是傻的 那些人 即是他們的想法就是 英治時期好像多些 就是多些 就是操作工作 多些機會 其實那個社會 多不多機會 社會會變的 其實跟那個發展程度 是有關係的 但是當然 香港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回歸之後 嚴格來說 其實商界他們的力量太大了 有一部份 而且有一部份的生意人 是沒有什麼道義的 我不是說全部生意人 香港也有很多好的生意人 但是有些做生意的人 賺得太準了 即是他們的角度 我是做生意的 我會賺到最盡才對的 沒錯 你賺到最盡才對 但是 你賺到最盡的時候 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 不是你就這樣捐回少許錢 社會就沒事 不是這樣 即是 在一個資本主義去到很極端的地方 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 那些人在市場賺盡了 當那些人在市場賺盡了的時候 有很多社會代價是要付出來的 他們那些人就好像看不到社會的需要一樣 有一班人 我不是說全部 有一班人是看不到社會的需要 還有一些人 更加衰的 什麼叫更加衰呢 就是 譬如社會上 應該做福利 譬如應該多搞一些居屋 搞一個置業階梯 有些人都反對 跳出來反對 不行 一定要多建一些公屋 問題就是 公屋 其實我的看法 真的不應該太多 一個社會 你不能夠 給大量的人住在公共房屋 只是交租 變成對香港的公共財政支出 是很大的負擔 其實就是 是的 因為你起碼居屋 你只是補貼了地價 政府就沒有收盡的錢 但是你建築成本那些 你都是收回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那麼社會真正整體的負擔 就比較少 還有你做到一個置業階梯出來 其實社會就會有動力 有些人當然霸佔公屋 其實那些也是很大的問題 公屋它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 其實很多 沒錯它是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 不是說你狂建公屋 香港社會就沒有問題 當然有些人的看法就簡單 說多建一些公屋就行了 不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也有節目說過 不是這樣的 還有 就是 香港 我們18年的時候已經有說 1718年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搞多一些交流活動 在林鄭時期就多了很多 就是我了解京港交流團 但是 問題就到了19年的時候 已經是疫情 沒有辦法 就是2020 2021 2022年 2020 2021 2022年 都有很多情況 是政府沒有辦法控制的 那 也要多謝 那些網友先 多謝 Angie Wong 多謝 Maverick Wong 也要多謝 Tiffany Tang 多謝你們的支持 那 空威師就說 絕對不能夠 一到18歲就有資格拿工 其實我的看法也是 也是 如果你去到18歲就立即有 你去申請其實也不妥 因為 你令到政府的負擔很大 以及令到政府的成績表會很差 而且政府也不應該 我的看法 提供一些公屋 給一些實際上有手有腳 而且 聽我清楚說 而且是 讀過高等學歷的人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有些人是這樣的 大學的時候 其實已經賺很多錢 出來補習 但他們申請家補屋 教琴 對 教琴 全部都是做Cash Job 是 銀行都不用下去 銀行都沒有錢 明明沒有錢 收到銀行都沒有錢 家裏的床下底 是啊 枕頭底 即是專門隱藏資產去申請社會福利 這些人是很有問題的 還有 吹吹亮說得對 申請整個隊伍更加長 吹吹亮說 新加坡要35歲單身才可以申請組屋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社會有些東西的分配 你就不能亂來 但當然 你18歲去申請公屋的人 也不容易申請得到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A-WEN說他們不肯搬到大灣區 香港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就是不肯搬到大灣區的其他地方 那就住遠一點 如果那個生活圈 真的突出了出來 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 我也要說 大灣區這個概念 暫時來說 香港是沒有辦法復興的 因為關也通不了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國家要慢慢處理的 但我也認為是不急得的 我之前有說過 連疫苗都不肯打 現在第三針不肯打 第四針更加不肯 有全疫苗的副作用 那國家是不是真的有條件 全面開放那些呢 暫時是沒有的 暫時真的沒有 就是 如果全開放的話 會死很多人 那當你死很多人的時候 又有一大堆民怨出來了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很難搞的 那麼 那麼 再多謝 Maverick Wong和Tiffany Tang 多謝你們 我忘記了有沒有多謝你們 剛剛才看到 收權量就說 18歲申請搞到 一些人不做事 又說自己慘 其實 Sam Pick Lamb說 政府應該提高買居屋收入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其實 應該是居屋 應該比較多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也多謝Candy Candy 多謝你的支持 Caro Charger 我認識的人 以他提高買居屋 所以說 要跟ully 如果不是的話 你知道這些情況你不去舉報 我不是說要搞到你舉報我 我舉報你 但是這些牽涉到社會公義的情況 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用了不應該霸佔的公共資源 其實是令到整個社會的支出都增加了 吹吹亮就說一針未打也有 其實內地都是有人一針未打的 其實我也知道有人是這樣 有人還在這裏不斷說是毒針 所以很難搞 Freder Wong 說有些人還要租給人 其實違規的東西是有的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這些黑暗面 空規司說大部份人申請不到 還有一兩個人申請了 就造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不公平 其實居屋的情況就是類似 居屋就變成了一串六盒彩 其實如果變成了一串六盒彩的話 其實又是有不公道的情況 S就說拉長公樓時間 減少了首期 其實也是很難的 所以有些政策也是很難搞 其實林鄭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也令到人上車就更容易阻礙 就是那個貸款那裏可以借多一些 但是 社會始終都是有些事情是未解決 要時間去解決 居住問題是其中一樣 其實就不是全部的問題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要看看社會怎樣可以製造多一些機會出來 即是怎樣製造多一些機會 即是有些事情就是 其實香港不可以高度政治化的 即是高度政治化的時候 只會令到某些政棍有機會 他們為自己製造機會 那些政棍 那些就是自己製造機會 一般人是死定的 如果你高度政治化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2019年的時候已經說了 其實也不是2019年 2018、2017的時候已經說了 你不可能在一個地方搞到高度政治化 你搞到高度政治化 結果就是益光了從政的人 你一般人就死光了 從政的人發大財 一般人死光了 社會怎麼辦 你自己想都想到了 對不對 還有一國兩制這件事情 其實 大家都是要捍衛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事情你去到太極端 其實對社會也是沒有幫助 現在你看到 那些國旗 譬如掛了出來 接著 那個 護助委員會說自己收回 或者那個 組織自己收回 結果收回國旗也被人罵 連掛完之後 收回的自由也沒有 原來是 要讓你們那些 要搞到社會高度政治化的人 就說了事 那一般人就死了 掛又不是你掛 又不是這班人掛 你知景這個人 又不是你掛 人家喜歡掛掛 喜歡收就收 人家有決定的 對不對 他不是的 跳出來 亂罵 是不是怕了惡勢力 這樣 怕了你 反而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 不是怕跳 他就做了惡勢力 這些所謂的 藍營狗蛋 終於台洋也說回人話了 我覺得 我一向都說人話的 不過不是經常說 喜歡說廢話 S就說前特首搞到首期太多錢 很多人上不到車 其實儲腳首期又貴了 其實他有些政策是 不是很妥的 整件事 不過算了 有時候 我也覺得沒辦法 有些事情不能夠怪他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看看 香港藝民 18至24歲 就是年輕人 建立社會經驗 和爭取收入的年齡 申請了公屋 連班都不加職 又不升 就是為了保持收入合資格 青年放棄了上樓機會 於是社會就會平走 或者向下樓 但是問題就是 他平走 或者向下樓 是比較好處 最嚴重的就是 被人覺得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不能夠太多公屋 就是這個意思 他搞到太多的時候 其實整體社會的動力 又沒有了 我很粗淺的看法 Pak Van Leong 又說 不止香港 全世界都不應該政治化 政治是會說的 但是不像生活的全部一樣 其實我們應該17、18年都有說的 這些事情 很久之前都有說的 就算在另外那個台說話的時候 都是叫別人不要搞這些 不要搞那些 但是我們就被人說 我們是CIA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坦白說 17年已經叫別人不要亂搞事情 其實沒有意義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說到大家都是口臭的 其實還要被人抹黑的 其實我們都很慘 A Van 說現在沒錯 不過即使沒有疫情 香港很多年輕人都不肯住內地 其實香港年輕人不肯住內地 跟香港是一個小漁村的文化有關係的 其實香港人跟內地人有一個很不同 其實最多搬屋是由香港搬去新界的 或者新界搬去九龍那些 或者新界搬去港島那些 這樣的情況 但是就不會說全國周圍跑的 很多人是 有些人當然是會全國周圍跑的 在內地 或者全世界周圍走的人都有 香港 但是其實那些是少數來的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香港是小漁村來的 即是小學、中學、大學 一班同學 然後永遠都是坐在同一個位置 即是住在相同的地方 不會周圍 即是最多旅行周圍去 做事那些很多都不會的 即是社會本身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有很多人根本就是 其他地方都不會去的 出生在一個地方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 即是有一件事 我也要跟大家說 即是香港人旅行的機會 已經比其他人多 即是你坐在一個地方 即是不會周圍走的 在內地的情況有些不同 即是內地就多 有些人就會從農村走去城市 又會有一個城市 走去另外一個城市 即是內地就比較多 這些 但內地當然有很多人 從頭到尾都會坐在一個地方 即是這些都是有的 Danny Charles說 公屋根本是比有需要的人 如果每個滿18歲 就是申請公屋的想法 那就變了一些人不向上流 就是了 還有其實我們說的是核心的問題 即是很多人正正經經去打工 的話 事實上沒有資格申請公屋 沒有資格申請公屋 事實上 即是如果是正正經經打工的人 沒有資格申請的話 你是不是要建大量的公屋 我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正正上去打工 根本是沒有需要的 根本你到底是幫了什麼人呢 即是我就要打一個問號 其實是幫了很多自僱業者 其實就是我講一個真相給大家 結果就是 補助了一些自僱人士 什麼自僱人士 的士司機等等 或者是炒散的那些人 有些人寧願炒散 寧願寧願隱藏收入 說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要建大量的公屋去幫這些人 我就經常都打一個問號 就是我經常都打一個問號 還有有一幫人 根本就是在社會裡拿了很多好處 你是不是應該 就是 將某些經濟增長的好處 分給一些中產以下的人呢 什麼叫做中產以下呢 就是可能是可以有資格買居屋 但是永遠都抽不到那些人呢 你是不是要給多些機會那些人呢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要主張整個社會都是社會福利 我不是這樣 而是 有些事情 都要人家有些動力才行 你搞到全部都是租公屋的 其實社會沒有動力的 現實就是 在外國也好 都不會建大量的公屋 他不會的 很少的 外國不像香港佔比那麼高的 香港是很特殊的 這一點要知道 這麼多公屋來講 因為對社會 對政府的負擔是很重的 沒錯 是要交租 但是那個租金其實很少 對很多人來說 根本是填到成本的 是的 所以 BBC也是黑毒的 某些事情 我覺得 又去講居住的情況 其實 社會有些事情是有問題 是要處理的 但是處理的方法 就不是建公屋 不是純粹建公屋 應該這麼說 待會有人撿著我說 你說錯了 不要緊 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講他另外一個專題